老师那是不是还在取代 取代那个吗 我觉得取代取代一个 就其实这边可以用什么 有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那个字串 加一个中瓜糊 告诉他说 我从第零一二三 第四个字开始 到总长度减一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这一招我觉得应该比较简单吧 OK怎么做 就是你print的时候 你就把这边加个中瓜糊 告诉他说 我从第四个字 到我的这个字的总长度 s 然后扣掉最后那个字 这样子 就会避开刚刚那些东西 应该听懂我的意思 这一招应该有 应该更简单吧 应该这里已经够简单了 如果它更简单的话 一样可以告诉我一下 OK来执行一下 看好不好可以 有没有 头尾 match OK没有问题了 所以这样就是我最后的结果 这一招最后只有写了两行程式 有没有 它已经很简单了 还有更简单的吗 如果有的话 欢迎请你告诉我一下 我是觉得这是我想出来的 OK 这是会有我的style OK 所以写程式最后你真的要有自己的style 不然的话你说真的写都没有 都不知道在写什么 因为你要熟悉的感觉 如果说你对这个程式有那个熟悉的感觉 那表示你真的已经进入状况了 OK 这个当然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最好就是说你还有 有的时候还是要整理一下 比如说为什么我知道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那是因为我已经做出来了 所以我在后续回头去看我到底做的步骤 OK 不过有时候刚开始做可能还没有一定的头绪 我可能就是先一步一步取代 然后一步一步的再去修正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可能没有办法说细部的东西去再去说明 OK 好了 之后的话的话 那我们最后再加上一个什么呢 输出csv 所以输出csv就是什么 fw等于open什么呢 水泥有没有 然后呢 把这个水泥写出去 最后把这个s的这个范围也写出去 那把它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呢 我们就会有个csv档格 不过因为我已经开这个csv档开起来了 所以我把它先关起来 否则它会出现什么那个 这边有个讯息有没有 commission 就是我那个写入的permission 就没办法写过去 因为我已经开它唯独了 所以它不能OK了 那一样我就再把那个我的csv打开 那基本上的话呢 我的这个最后的结果就出现了 当然呢 我们现在后面还要练习了 请各位试着把什么 把当日行情这边有这么多 有没有 从这边到这边 那其实理论上 你可以把它写成一个串列 然后呢 把这个串列里面的纸水泥取出来之后 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边 我们刚刚有没有 这边后面其实可以再把它串 c等于有没有 这后面这一串 其实你可以把它放一个字串 水泥 然后其他个股 它就会抓其他个股的资料 因为后面其实这个虽然是重新编码 但你也可以加一个字串 然后它就会去个别抓那一个 然后最后的话 我希望看到就是 你把所有的个股 都把它下载存一个csv档 OK